哎呀,想不到美国海军要在印太地区摆出大阵仗了 一般来说,美国都只会派三艘航母在这区域寻议 但现在传出来可能要来个五航母大聚会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特别是时间点正好碰上台湾520总统就职的大日子 这下子外界可是吵得沸沸扬扬 不过呢,大陆的专家们倒是挺淡定的 他们认为这不过是美国航母在转换手岗或是路过而已 大家别慌,也不用把这事情吵得太热 话虽如此,这次航母聚会还是相当引人注目 据说美国海军其中一艘航母已经离开加州准备加入 另一艘核动力航母也即将加盟 换掉正在维修的另一艘航母 中国的《环球时报》更是大标题宣称 美国在中国的后院搞这么大动作 是要不属五艘航母 这消息一出,网络上炸开了锅 可别小看这动作 当年美军对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 也只动用了六艘航母 有专家认为,这波操作也就是秀秀肌肉 不过是为了抢头条 至于这突然增加的航母是不是为了 台湾的新总统就职做准备 这还真是个谜 不过,就算是这样 美国和中国至少还保持着良性的沟通 咱们就暂时放心吧 还是大家觉得美国想干嘛呢